就可以怎么样,把这个下面这一行,其实再把它读进来 再来的话呢,因为我需要什么,我需要去计算就是说呢 里面的成绩总共五个区间 那我必须怎么样,这边有个range count 等于什么呢,你会不会它这个地方写成这样子 0,然后乘上5,其实0乘上5 就等同是什么 等同是 这样子 0,有没有 你写那个中瓜5,这个串列0乘上5 基本上就等于什么,等于这样的写法 两个结果是一样的 那是什么呢,意思是说 这个第1个,第1个就是 0到19分的range count 这个是20到39 有没有,所以如果说我今天要得到什么 得到这个成绩的话 得到这个成绩的数量的话 那如果是他,那我就帮我这个里面变动加1 是他就帮我加1到第2个 一时的一推,有没有,刚好5个成绩嘛 OK 所以这个range的话,在那个我们正要考试题,它里面写成这样,乘以5 这样结果跟刚刚是一样的,一模一样,只是说这种写法比较精简 但是如果你觉得这种写法,你会不习惯的话 好,那不如你就写成这样好了 写成这样应该比较亲切一点吧,会不会 OK,如果你觉得 因为说真的啦,好像 除非你那个里面的 串列数量太多,或者你用5个,好像跟写成这样,我觉得差不多 这样 可阅读性比较高,那就写这样 意思就是说呢,我先产生一个空的串列 里面有5个资料,预设值都0 那当我如果有判断产生一个,那我就把它里面抓出来加1 加1就可以 OK 那接下来做什么呢? 接下来就是跑那个什么 跑这个score里面的串列,那当然我们可以用for each啦,不过刚刚是for each,可是里面会有个问题 如果我用for each的话 那第1个不是乘7啊,所以怎么办 你要避开它,所以我们前面讲过嘛,我们可以用for for用range,从1开始 避开第1个嘛 OK,应该可以懂的意思啊,所以 这边的话就是for I in range 哪一个range呢? 就是从第1个 意思这个是0嘛 0这个避开 从第1开始 1 到最后 总长度 比如说总共它0开始 所以最后 假设是71应该到70 刚好 总长度刚好是71 所以这边 到70停下来 所以1到70 的结果 刚好就是这个 一直到下面 到70 OK 那做什么呢? 我就把资料带过来 不过特别注意啊 带过来的资料会有几个问题 什么问题 里面的资料 它会最后会有个什么 那个 换行 所以必须把它strip掉 OK 如果你这样看不出来的话 干脆 先把这个度结一下 我先print给各位看 不过 理论上 你们如果假设不太清楚 到底你读进来是什么 我建议各位就是 不妨就print它 print它之后 结果应该就可以知道 所以print 这个scope 这个scope 帮我读进来的话 你会发现 执行一下 它里面就是 70个 学生成绩 有没有 然后后面会加一个 换行 对不对 并且读进来的会是字串 所以我们应该什么 先用strip 把后面的换行去掉 然后把它的字串 再转型为int 这样里面成绩才会是数字 如果你不是数字 那你后面逻辑判断 就没办法判断 应该可以懂这个逻辑 其实前面也做蛮多的 我们只是说 把它再带到 如果画图表 所以以后你们应该把很多个 串在一起 那就一个你要的东西出来 OK 好 那接下来做什么 接下来我就产生一个 空的串列 然后空的串列 去记录说 各个range的 数量 OK 然后并且做逻辑判断 把它先什么 先读一个进来 就读 第一个的话 那可能是读到哪个成绩呢 假如我第一个读80 80 所以基本上的话 这个 里面放的 第一个假如我读到84 84它基本上就是双引号 而且后面会多一个反斜线N 那我第一个先把反斜线N去掉 所以这边有个strick OK应该可以看到 然后因为它是双引号 所以在用int把它转换 所以剩下就84 把84怎么样 放到score里面 做什么呢 做判断 是不是 小于20 不是 是不是小于 20 跟40之间 不是 是不是这个 不是 84 那最后的话 当然就是跑到哪一个range呢 跑到这个else吧 OK 所以应该 80到100之间 所以 它就把什么呢 把我们 特别注意 这个写法是 因为呢 它应该要变更的是哪一个 变更的是 这个 这个成绩 有没有 因为它预设零嘛 所以我要改它怎么改 很简单嘛 把这个里面的最后一个 就是第四个 不是第四 编号4 因为从零开始 OK 然后呢 加等于1 就把它自己的资料 带出来 然后把它加1填回去 所以填回去之后 这边就变成1了 有没有 一票 所以这个也可以拿来当开票 如果以后你要拿来 把它改写成什么 开票系统 这边还要拿来 判断